好物件的大小 这一个长方形多大 如果我不想要这么大怎么办 缩小怎么说 这个可以缩小 可是这样子你是不是不知道我 我万一我这个大小真的要我 假设我只要一公分 好注意看现在有没有看到AMM两个字 那个是什么单位 公里 懂吗 所以画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要很精准的时候 你的尺要很精准 公里是我们现在的尺 你看公里下面小数两位哦 所以他可以做到百分之一公里 好可以很精准 但是我如何可以很精准的控制这个元件 假设我这长方形我就是要五公分啊 我怎么设这个长度五公分 这边有一只尺 有没有看到这只尺 把它拉进来 我要在这边随便找个地方放 尺碗 你看这边就有啊 这边是9有没有看到 9是什么 AMM 表示有没有一公分 没有 那假设我要五公分 应该是什么 要打50哦 有没有 好 有没有很大 好 宽度勒好 不要五公分我假设两公分就好 两公分是20 宽度勒 这边 这是宽度 一公分是10 这是高度 你可以自己打 我不要两公分 我这个高度 我只要五公 五公公分就好 好他就变成一个扁扁的 圆眼一样 这只尺拉出来之后 有很多 参数可以看 最简单 这是 宽度 深度 高度 我高度,假设我要做一个 那个 眼珠子 那我高度不要这么多啊 我大概三公里就可以,他就这样扁扁 那他要小小的 五公里就好 这也是五公里 好,他就一个小小 有没有 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 很轻松的 好,做错了,可以这边 复原 还这边还有一个高度,有没有看到 当你此处啊,这边有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 你用这三角形 之前教的,三角形拉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高度多少啊 我怎么确定高度,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打 我的高度要20 他就跑 上升到20,这边高度呢 11 11加5是多少 11加516,所以我这边要怎样 如果我要刚刚好过去的话 他要怎样 是不是16 16 16的时候你看 水平高度有没有一样 好 水平高度这样子去加 11加大厚度高度5 所以当我这一个 圆柱体 我就可以 很平顺的 放在 这一个 方形的上面 好,善用这支尺 去 把这些高度的东西放出来 算好 那你可以很精准的定位 这个 点下去 这个叫宽度 这个叫深度 然后这个叫高度 这个呢 是跟 最底下这个面的高度 还蛮多数字的 你要注意 就特别注意 那这边的单位都是MM 目前这个MM 如果你的移动 注意这里下面这边 还一个 1.0 有没有 这边可以到什么 0.1 就是移动是 一公里 现在移动 拉 挑一格是一公里 有没有 挑一格是一公里 如果我要很精准 你这边可以选择 0.1 就会差很多 那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输入 我要12 他就会很准 好这个就是我们精准定位 这支词的用处